主席各位立院同仁 民众苦恼缺蛋 黑道囂張春久 这是什么温柔坚韧 上个礼拜 我们看到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两样情 民众缺蛋的现象失去的延烧 农委会主委要大家说 没有鸡蛋吃可以改吃鸭蛋啊 但是现在传出 其实连鸭蛋供应量都缺 端午廉价也已经即将到来 今天起鸭蛋的产地价批发价 甚至也都上涨 鸡蛋价格也不排除在涨价 鸡蛋鸭蛋分分涨 到底还有什么蛋 是人民可以方便快速取得的 原因怎么要说 我们真的不缺蛋头学者 蛋头专家蛋头官员 但是我们要的是 能不能正视民众的问题 好好的给我们解决 澳洲进口的500万颗蛋 到三月底前 看起来也是杯水车薪 民进党政府承诺的 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缺蛋 能不能给国人一个明白的交代 当一般的小老百姓 在讲蛋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却看到同一时间 黑道居然嚣张到可以 有在五星级饭店里面 有美女 辣妹 跑车 嚣张春酒 而 居然还传出警方连进去 五星级饭店都不可以 穿着制服的远景 要进饭店上厕所 不得其门而入 但是却看到 黑道可以嚣张春酒 我们要问 其中的成员 有没有犯罪分子 有没有过去我们 国人生物痛绝 人蛇 诈骗 贩毒 或是相关的犯罪分子 如果有 警方的公权力在哪里 我们更要说 今天因为总职群的关系 所有陈内阁的官员们 全部都在现场 请所有官员们心质问一下 你们看得下去 今天黑道的气焰 如此嚣张吗 也因此 我们传出这样的状况 代表就是态度问题 陈院长 你已经上任 一个月又十天了 我们对于你的容忍 国人对于你的容忍 就是期待 你可以说到做到 温柔坚韧 态度最重要 民生问题 请赶快提出办法 能够跟国人站在一起 人民的小事 都应该是政府的大事 好好的解决民生的问题 另外 黑道的部分 如果说要放任他们 这样子可以持续的高调 嚣张的话 那这样子不就无疑 就是对于我们 治安血上加霜吗 我们更要呼吁 蔡英文总统 你即将访美 寻求历史定位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看看 现在台湾社会的一个状况 真的 不要再当装睡的人叫不醒了 好好的正式民生问题 这才是我们国人 所需要看到的新内阁团队 谢谢红委员 接下来请林委员得福发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